三藩市列治民區Clemmen街 日前有多間商鋪被爆竊 星期二單日最少有五間商戶 遭到爆竊或企圖爆竊 有商戶希望警方可以在凌晨時段增派警力 也有人批評市長布里德和市參事 在治安問題上互相推卸責任 武浩然報導 在12月29日凌晨3點多 Clemmen街800號一間餐廳遭到爆竊 老闆表示他們是四個月內第二度遭人爆竊 所以收銀機當時並沒有任何現金 店舖的玻璃門四個月前已經被打爛了 賊人這次就破壞了木門 老闆說已經習以為常 又說警方著重在市中心執法 變相令到這一區缺乏保護 他說列治民警察分局長Chris Canning 以列治民分局需要涵蓋的範圍很大 這個原因做藉口 但當罪案有上升趨勢 他就期望當局加強警力 他感覺作為小商業 沒有足夠力量向當局施壓 因此經常遭到糊事 之後在星期二凌晨4點多 Clemmen街836號一間餐廳遭人爆竊 閉路電視畫面拍到一個戴著面罩的非洲裔 入到店內搜掠 事後大門的玻璃碎散落一地 印尼華僑老闆說 事件中損失兩部用作網上落單的平板電腦 幾百元現金 另外還有收銀機和大門的維修費 但大門就需要七百多元 但損失金額不夠向保險申請賠償 他計劃申請市府的小商業補助金 I do have another location in Irving That location got broken into like three times in the past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for the Clement location 他說市參市陳詩敏辦公室 事後有到場試測並提供協助 他認為解決罪案是預防勝於治療 希望市府官員拋開政治分歧 而不是互相推卸責任 I just want to have the city leaders or the person who is in charge to taking care of San Francisco come to the table, work together instead of blaming each other 市參市陳詩敏回覆本台查問 表示已經要求市長向列治民區提供同市中心同等的資源 說自己身為預算委員會主席已經批准了將警察預算提高至超過7億8千萬 將會確保受影響商戶得到所需的支援 根據警方 星期二被企圖爆洩的還有Clement街220號的精品店 帶門有被擊打過的痕跡 暫時未有損失報告 警方列作刑事毀壞處理 另外Clement街401號的甜品店也遭殃 店員說匪徒嘗試打爛玻璃 但未有成功入內 而在隔離的一間茶餐廳 今天也可以看到玻璃門上有裂痕 Clement街同日有多間商鋪遭到爆洩 警方說正調查多宗案件是否有關聯 呼籲有資料的民眾向警方聯絡 26台記者無浩然報導